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天命奇遇 今天呢,繼續來解任務吧 不知道會玩多久 因為RPG嘛,有時候總會玩很久的 咦,一隻碩峰? 樹峰碩峰隨便 小魚怎麼了嗎?在我房門口幹嘛? 這是你房? 好啦,你房可能是你家的意思 有看到我的爆竹嗎? 爆竹沒有呢,怎麼會找爆竹到這哪呢? 剛不是有找到,我之前不是有找到 所以你都沒看到了 大概就不是掉在那裡吧 哪裡? 沒什麼,總之有找到爆竹的話 就拿來給我 小魚有出席我的成年蠅 可能掉在我寢房了 為什麼你的成年蠅會在寢房裡面? 是幹什麼東西 或是不確定委託內容 就打開支線任務瞧瞧吧 L中間的就是支線任務 將爆竹交給小魚 支線對很多事有影響 有空多看看吧 爆掉 得到鐵塊 這是怪了 小魚你的爆竹,謝謝樹峰 不是說爆竹果然掉在... 是阿掉的房間裡了 我是小魚 你隨便帶著爆竹做什麼啊? 嗯,我出幾個謎語給你 都能答對 我就告訴你 要猜謎是吧 這可難不到我呢 放馬過來吧 第一問 尖的那頭必然不大 猜一字 那...這個其實很簡單 尖的那一頭必然不大嘛 其實就是大的相反 而且尖的那頭其實上面就是一個小字 很小 第二問 毛缺一段長 女用易上手 猜一字 毛的話 少一段長的話 就少那根嘛 女用也容易上手 其實就是這個啦 又有女 又是少一根 沒有木嘛對不對 第三問 嫁給了乞丐 猜一字 然後就是 嫁給了乞丐 乞丐沒有家 所以呢 就把家取掉 就是女 所以問 狹路相逢 不遇惡犬 去惡人 才一字 狹路的俠 相逢 不遇惡犬 所以就去掉嘛 就變夾 去惡人 就變成大俠的俠字啦 可能是小女俠啊 因為答案你也知道 身為女俠 要在江湖行走 怎麼不帶一些暗器呢 小魚將暴主當暗器了啊 感謝你替我找回重要暗器 接下來我又能 與小狗子他們抗衡了 完成任務 可以獲得八卦點數 或是額外獎勵 有余歷史 多幫助別人吧 剛才看到一個面生的姊姊 好了 我們就走了 我覺得應該是我的那個 接受器比較差 就是那個 聲音從另外一邊傳 所以他就是有點lag的 因為之前玩都沒有 對應該是接受器 好 那我就主要用鍵盤 你是誰 像我那兩個哥哥 天天打鐵 有什麼好的 我就是喜歡搬貨 怎麼了嗎 小哥 小兄弟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誒 我忘了手上這罐藥 是做什麼用的 你知道這藥的用途嗎 治療傷碗 常用的傷藥 也是來治療擦傷 看一些 新維的外傷 然如此 幸好用你幫忙 不然把藥都搞混了 我真的困擾了 不是狼裝嗎 都會把藥搞混了 還怎麼替人看病啊 噓 婚妮挺藥 你可別把我 搞混藥的事 告訴其他人啊 有事嗎 謝謝啦小兄弟 客氣 沒東西 進去了 武器半成品 刀子封 刀子口都還沒開封 冷卻武器用的水 好像還有點溫熱 誒走不過去 放著各式各樣的兵器 想要什麼武器 就直接跟大福書買吧 雙門放長兵器的架子 我還沒練過長兵器 這些武器我用不上 說風啊 你哪天要練長兵器 架上的長槍就直接送給你吧 到那時候再說吧 鐵塊 先看一下我的八卦點數 我都常忘記他的會計器是什麼 現在呢 我覺得 好一點的話就是 先都升個一階吧 大概升個一階 任務比較好一階 好了先這樣 按錯了 好 怎麼手不動呢 等一下 我先調一下輸入法 好像就按到了 好啦 沒事了 他不說 這劍你有辦法修嗎 這個是把好劍啊 變成這樣可惜了 是啊 我看這劍的放置也是浪費 想問問看 你有沒有辦法能修好他 既然要修也不是不難 不過修這龍泉劍的材料 比較難取的 若是你能替我帶來冷凝鋼 我就能幫你修好他 喔 更新了 頭 你還要跟我講話 作風啊 我看 村口那黃鎮好像在被為難啊 這給你 梁大俠以外小溪村就你會武功了 快去幫他吧 你沒話跟我講 少王的鉗子還是別碰微妙啊 先穿個衣服啊 衣服我知道是BOY 不是B 裝備 升武了 一定要按裝備 之前有的時候忘記 你知道 咦 想烤番薯 柴火都收起來好了 可是我不敢點火 為什麼不敢點火咧 有時候鍵盤也是有點那個 老藥 孫子和平就交給你了 大哥我們是不是該去村口幫忙啊 那 這是 省娘煙菜用的罐子 省娘煙菜 但是人間美味啊 一定有獨門配方 喔 氧氣露 玩到武俠熬PG喔 其實 我人生第一款真正喜歡的遊戲 到現在也是很喜歡啦 其實就是 天之恆 這是哪個叫我亂燈的饅頭啊 聞起來沒有怪味 應該還可以吃吧 發霉的饅頭 聞起來沒什麼怪味 就是天之恆 就打開了我喜歡這種武俠遊戲的 也不算武俠 它那個也是歷史遊戲 但是也是 是有招式什麼的 就我很喜歡這種遊戲 就覺得 很好玩啊 好像在那小子 好像遇到麻煩了 旁邊我沒聽錯吧 難得你單身正哥 只在那小子啊 我是有點好奇 來來來先 接個 想多買點什麼啊 火種好了 購買 好了 先幫他點個火吧 乞丐好想吃肉 好想吃肉 他現在沒吃肉 可不是升天啊 升什麼天 你今天在 左力又是撐飯呢 他餓死不錯 可是我現在猛烈的想吃烤雞肉啊 弄點肉來 到處不難 但都有有什麼好處 嘿嘿好處嗎 可未必有 我點有綿衣 要怎麼穿啊 算了拿著素衣有什麼用處 先幫你點個火 火種 出事成功 火幫你點了 烤完記得把火滅了喔 謝謝啦 作風 要是你有什麼想烤的 這火堆可以借你用喔 要過來這邊 他會不會又阻止我 真的耶 聲音從另外一邊傳來 傳來的 你們在聊什麼 這位朋友你還好吧 怎麼過得那麼傷心呢 嗚 親兒 親兒不要我了 喔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啊 親兒搭 他說 我一直花錢上酒了 還不能接受 我說 可是我要在他身上的錢 不會比酒流的小啊 他又說不要我了 喔 可惜我身上沒有帶手機 朋友你就別哭了 所以要幫他找我手機嗎 啊你咧 丁弱村裡 那棵大樹有五百歲了 可以說是見證了小溪村的成長 又是一三點猖獗啊 我是不是也該回家了 所以都是沒用的 那你咧 常受快樂光明中若言有變無事處 我有得住彼國者 究竟譜會如要求 魔靈光明之神保佑我而兼出門平安順利 好渴啊 好,他在了 你怎麼沒有配音 交用那兩馬 否則我燒了你們村子 說服你來正好除了兩大俠之外 村裡就剩你會武功了 哼,我們可剩獎禮的 你這樣剛進村的兩馬 講出來我們並不與你們一般見識 否則這位大哥發生了什麼事 有話好說 他必如是氣急不愛壞 他有一個衣著富麗的俏林陽門 路過我們載子 我們其他上山喝個酒 會爽快搭令人 還付我們酒水費 想要交朋友 想要留下來做客 然後他死都不肯 說離開就離開 他們離開後 才發現身上的銀子都沒了 聽起來就像 原想劫財劫色 沒想到 卻被對方擺了一道 那這種確實 看見兩門 躲進村裡了 又四處找不找 所以我請你們幫忙了 確實沒看到什麼姑娘進村啊 只能在這 可是身內也不交出 那姑娘我全村都燒了 那山賊霸道要愛其人 被給他們一點教訓 誒? 那姑娘是不是前面那位啊? 呦 肥婆 為大軍大男人 盯著我 想要做什麼啊 再看我要收錢咯 想要收 真哥你退後一點 噢 打倒兩個了 三個了 才打倒三個 可惡 這小子是死炸 哎呀 我演話看錯了 可是抱歉了 所以我這邊給他一點顏色瞧瞧 是說過調整內外掛 對戰鬥大有幫助 要在戰鬥前進行一下調整嗎 調整 影響成長 還能為戰鬥帶來類似 好處 內掛 抱歉傷害好了 另外一掛能力 除了掛象階級成長 剛剛不是剩四隻嗎 怎麼只有三隻 我忘記還沒開啟一隻 因為他 很習慣 一直在想為什麼還沒反應 印象好像有點大聲喔 先把印象調小一點 恩? 剛才三賊們露起來也沒玉石 不知道是張惡 三賊自己的東西呢 可可可 喔 這個偏僻小村竟然有如此高手 欸 我可能還好想想怎麼處置你們這些惡徒 好啦你們也吃到虎了喔 回去吧別再來了 算了你們回去吧別再來了 要放我們走 你就不怕我們回來尋仇 因為三賊雖行事不忍 但卻格外講究江湖道義 摔領弟兄 威脅我村 卻積不倫 為我所退 而而不計錢 先放你們走 因此對閣下有恩 相信你們不會如此恩將醜暴的 哼 臭小子對江湖規矩 挺熟識的嘛 熟悉的嘛 不過先讓我們休息一下 喔 倒了 也真的剩三個欸 看起來是衝過去了 唉唷 政哥你受傷了 要擦擦不打緊 說風 現在才來喔 喔你在這裡啊 說你去陪小優玩吧 剩下來交給我處理就好了 這又怎麼了 跟我來一下 什麼事啊 先把他來就對了 你今天不用在家練刺秀嗎 怎麼有空在外面偷玩 有偷溜出來 可不可以跟爹講 奇怪了 怎麼了 我看到一個博瑞士大姐姐 我秉持去保護小季村子的精神 想要問他哪裡來的 學姐 喔喔我似乎是跑走了 好在我對村子比較熟 才沒有追丟 我剛好看到他往這裡跑 我問我一個轉角 就不見人影了 大姐姐 該不會 就是剛才的 學姐 你是在這附近追丟他的嗎 我才沒有追丟 但他在這附近突然不見了 說你去找東西了 快幫我找找 我現在姑娘還躲在附近 得仔細不停觀察 記得師傅說過 觀察力跟後天八卦有關 我對 過高應該能輕鬆找到 先不找可以嗎 誒 我姑娘還在附近仔細找找 還不能誒 就這裡啊 有配音了真好 大姐姐 好漂亮 你們 跟剛剛那群山賊不是一會兒的吧 果然是山賊在找的女子 看衣着如此華美精緻 大概是某大戶人家的千金吧 才不是呢 我可是鼎鼎大名的 小魚女俠 小魚女俠 小魚女俠嗎 聽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那小魚女俠可以幫姐姐找個東西嗎 當然 本女俠最樂於助人了 大姐姐 你要找什麼 姐姐的玉佩不見了 應該就在這個村子裡 包在我身上 姑娘 你知道你帶來的山賊差點燒了村子嗎 趕緊離開吧 你給我們村子添麻煩了 雖然有些故意不去 但找到玉佩之前 我是不會離開的 哇 像你這樣的千金大小姐 居然也會在乎一塊玉佩嗎 這人怎麼回事 口氣明擺來吵架的 哼 那我也沒什麼好客氣的了 你大概連玉石什麼都沒看過吧 像你這種俗人 當然無法理解了 我才沒興趣理解一個女賊在想什麼 女賊 你倒說說看 我怎麼成了女賊 何止是女賊 連山賊的髒錢都投 髒上加髒 你呀 太沒格調了 簡直是給做賊的人丟臉 哼 所謂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居然有人肯替賊喊冤 莫非你也是個小賊才會如此生氣 哼 小女賊硬要灌我個賊名 莫非是看上我生為英俊 想討個門當戶對嗎 不過 我喜歡身材豐滿一點的姑娘 至於你嘛 勉為其難 只能做我三房的小妾吧 這 這靈牙俐齒的臭小子 居然敢這麼跟我說話 不過嘛 哼 要逗 本姑娘奉陪 怎麼了 大老遠就聽你在這兒嚷嚷 嘿喲 好標誌的姑娘 是你的朋友嗎 才不是 是娘她 漂亮的姐姐您好 畢姓趙 單名一個身子 是專程從開封來小溪村尋一物的 真是有禮貌的小姑娘 不過鄉下村莊有什麼開封城裡面有的 要你這樣的千金小姐專程跑來 城裡雖然熱鬧 但像這樣織繁葉茂的大樹 清潔澄澄的小溪 還要同姐姐翻仙女的人物 就算是翻面開封城也找不到的 喂 你這個馬皮筋小女子也少來這套 孩兒對姑娘家不可無理 是娘你不知道 方才她引來一群山賊入村 還嘲笑我們小村都是俗人 我可沒說 都是俗人 我不過是來尋一塊兒儀式的玉佩 這人老是熊巴巴的來誣陷人家 仙女姐姐可得保護我呀 玉佩 莫非 小姑娘你莫害怕 跟我說說你遺失的玉佩 怎麼會在我們村子裡呢 仙女姐姐明見 不過此事說來話長 可能得花點時間 不打緊 到我家來我泡杯茶 咱們邊喝邊聊吧 沈陽 奇怪 沈陽怎麼這麼好說話 難道當真千穿萬穿 馬屁不穿 辦個時辰喔 原來曾發生過這種事啊 我都不知道呢 少一副我跟你很熟識的口吻 明明今天才第一次碰面 為什麼事情會變這樣啊 還有啊 有一次尿床怕被我罵 她竟然抓了一隻野狗進屋 想栽贓是野狗尿的 結果被我逮個正著 她還緊張得語無倫次 你猜猜她說了什麼 她說了什麼 她說啊 是棉被尿在野狗上的 不干我的事兒 你這人也真是逗 師娘 你怎麼連這個都講出來了 哎呀 無傷大雅嘛 這岂止傷了大雅 這根本連我底褲都掀了 姐姐也是真不容易 居然要替她收拾這麼多事 是啊 看她這麼聰明 我是打從心底高興 但就是太聰明了 才會惹出這麼多麻煩 對了 差點忘了 趙姑娘 你方才說的玉佩是怎麼回事兒啊 話說我看到這裡 我怎麼是站著的 裡面還有椅子對不對 趙姑娘 你臉色似乎不太好 怎麼了呀 只是想到了一些難以啟齒的往事 不過既然想請你們幫忙 我遲早還是得說的 小時候 父母曾替我印下一門婚約 對方是父親關場朋友的孩子 當時 雖常與對方一起玩耍 但其實並不喜歡她 只覺得她目中無人 又不安事事 那男孩兒送了一枚玉佩作為定情信物 那是一枚如青草般翠綠的和田玉 翠綠的和田玉 果然是那東西嘛 反正婚約是父母訂的 就算我不願意也沒有用 當時就抱著不收白不收的心情收下了 不喜歡人家還收下定情玉佩 這不是擺明讓人誤會嗎 別插嘴 讓趙姑娘說完 你說的對 若當時我拒絕 現在就不會感到如此愧疚 後來男孩家到中路 我父母就翻臉不認婚事 玉佩我也不好留著 便拿去點當了 直到有天 我在開封紅橋逛街時 看到了那名已經長大成人的男孩 他捧頭垢面的 在街頭醒起 骨瘦如柴 好像很久沒吃東西了 我於心不忍 想買些吃的給他 卻聽到面館老闆說起他悲傷的經歷 我這才知道 那男孩兒會落到如此田地 都是因為我父親從中作梗 就連當時的婚約 也只是蒙騙那男孩兒父親的手段而已 我將身上的銀兩通通給了他 要他用這些錢做些小本身意 會養好身子去找份工作 但他卻問了個讓我雅可無言的問題 那定情玉佩呢 你還留著嗎 看著莫不作聲的我 他接著說 果然你們一家都是騙子 最後 他將我給他的銀兩割在地上 便離開了 但是父母做的事 你並不知情吧 家道中落一事 我或許可以推託自己不知情 不過 既然當天從他手中收下了信物 我就還是得對這個婚約負責 你點當玉佩時沒覺得良心不安 看到人家落魄了才來同情他 也難怪人家不收你的髒錢 趙姑娘在反省了 你也不必如此咄咄逼人吧 我為何對陌生人的事感到如此憤慨 這真不像我 現在他想要彌補或許晚了 不過比什麼都不做得好 因此我必須先找出這枚玉佩 不然我可沒有臉去面對他 經過幾番波折 我只查到這玉佩從開封流轉到了小溪村 不過實際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對了 方才山賊手上好像拿著一枚玉石 說不定就是那個 拿給趙姑娘看看吧 對趙申點擊右鍵已進行出事 給她看看山賊落下的玉石吧 喲 上身五人 我怎麼了 我不是一直嗆啊 還可以上身啊 小姑娘 你調的玉佩是這個嗎 啊 已經找到了嗎 快給我看看 這是方才山賊遺落的玉石 和你描述的玉佩有點像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款 可惜這並不是和田玉 而且這上面還刻著名字龍仁女呢 當真 不信你自個看看 就在這底部 還真有 不過這也不太明顯 而且這字像是沒寫完似的 罷了 我先把這玉佩收著吧 藩物品上標示可以出事的 都可以以右鍵拿給其他人看 有空多試試這功能吧 雖然沒幫上忙 不過多謝了 我還以為你不想幫忙呢 我只是希望你快點離開 我可不想再碰到來尋仇的山賊了 哈哈 趙姑娘 這小子肯主動幫忙可是很少見的 既然她答應了 就別跟她客氣了 沈娘 話說回來 村裡有什麼特別的需要 通常是請龐大娘進城的時候幫忙採購的 既然這玉佩是從開封來的 說不定她那兒有些線索 你們去問問她吧 對了 我房間櫃子內有一份代購清單 替我拿來 我要看看有沒有遺漏 待會兒請你一并拿給龐大娘 謝謝謝謝 真是的 我怎麼莫名成了一名跑腿呢 新男主的聲音還不錯聽 清單 清單 是這個吧 旁邊還有塊粉紅色絲綢 沈娘又在做新衣裳了吧 不過這邊上沾了點黃字 有點可惜 將清單拿給沈娘吧 聲音還不錯 我已經拿過東西了對不對 所以沒東西拿 都怪我還有人沮喪 我要安慰她一下 這次我為什麼在意這個 先去房間拿清單吧 我看看 茶葉 菜刀 辣椒 好 應該都齊了 順代替我交給龐大娘吧 趙姑娘 你要隨她一起去嗎 這個當然 我總不好意思 讓人替我跑腿 自己去歇著吧 算你還有點良心 龐大娘在附近的龐家藥店裡 走吧 可以了 我想請搏打擾她吧 哦 山賊 是剛剛山賊 他哥夫妮可不夫 小子拿命來了 看你拿什麼 這麻煩還可以說 還不是因為你 我認輸你啊 你還是會安好 再來一個一箭雙雕 替兄弟們報仇 有膽蟲 賊窩了 這三箭雙傷不好你吧 可不且我後腿啊 誰是誰後腿 還不好說呢 空空無憑 拿出本書給我看看吧 還要打哦 按Q 這裡 可以呼叫同伴 出戰效果不同 友好度也會影響效果 直接對同伴好一點 詳細可以按說明 就讓你瞧瞧本姑娘的厲害 我忘記調那個 效果小一點 語音算可以吧 好 好了 贏了 小試伸手罷了 讓我來試試你的能耐 沒有其他山賊在村內 放任他們 怕對抽屏造成危險 讓他們找出來才行呢 咦 要發生怎麼了 我布包好像不見了 剛剛發生衝突的時候 掉了嗎 要不要附近找找 我不曉 方才掉了應該注意到才是 其實山賊 深水不高明 不會是他們搞鬼 有沒有想什麼重要的東西嗎 因為摸死幾兩銀子吧 銀子是少 應該沒人能從布包判斷出我身份吧 保險起見 還是把布包找回來 名其外生之 是幾兩行 還得 要好好找找了 疑似地點有什麼頭緒嗎 之前躲背山賊的時候 在大福鐵鋪旁 長了一陣子 可能掉到那 可能被附近的人撿走了 待會去大福鐵鋪問大福輸吧 那我們現在先找玉佩嗎 還是先聽你找布包 雖然想找玉佩 在布露身份的話 這玉佩變得困難 這雖然好像不妨樣子 不過我提他呢 出意見吧 先找布包 看看你的臉色 布包好像除了有錢 還有其他東西吧 當中不起來 這樣還沒看出來 只能先復活他了 是點私人的東西 只能決心方向了 我們就出發吧 有村內還有其他事情 不過不妨多聽聽大家都說什麼吧 好 現在先稍微解一下之前任務 然後我就那個 他渴嘛對不對 打給他打口水 出潤了18年了 先不跟他聊天 好 哎呦 做夢頭了 蜜蜜又用完了 短缺該怎麼辦呢 給他給你啊 給他這個蜜蜜拿去用吧 真的真的可以嗎 再拿去用吧 感謝你啊年輕人 我怎麼值錢 希望他給你保佑 這可以裝備嗎 不行 那所以他只是普通的東西嗎 然後石油就會發生好事 兄弟不知道去哪了 就是一張眼 有對手的時候 他集中落葉 取了 所以他整理三道 劍痕 真是可怕的身手啊 你怎麼不告訴我 好 旁邊有東西可以拿耶 其實內褲怎麼會丟在這裡呢 我呢 我現在有護符嘛 所以我現在要幹嘛 是哪裡 他剛剛不是在哭嗎 不然我就給他內褲好了 不如是你拿去當手機用吧 謝謝 來這手機給你 鼻水眼淚擦一擦吧 哇 我原本只是想開玩笑 還是真擦啊 沒有 七零碼就生氣你去找其他女人 不是七零碼錢 有九樓花 不給他 好跟他道歉 別三星兩夜 我現在還會原諒你 真的嗎 但是真的 我也光明是神的名義 向你保證 那什麼卡通嗎 不如你先整理一下題曲吧 不然這麼狼狽也不好 接到他 原來是我會叫大哥 謝謝你喔 謝謝這位 借由手劍 小哥 手劍還你 不會不會不會 你留個差 誰還要留呢 去一條手機拿去吧 那這沒我的事 我先走了 祝你感情碎碎囉 謝謝 療傷完 而且沒什麼屁用 的樣子 好啦 今天先到這邊結束好了 有點長 因為都 RBG嘛 劇情都蠻長的 謝謝大家收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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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